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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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主持人 大家好 童修友也問到一個問題 說為什麼呢 神在入廟呢 我們在進鄉入廟呢 或是我們在出廟呢 必須要燒這個精子 那我想這種儀式呢 有多種的展現 有人是我們要進鄉 有人說要出發 要換個鞭炮 那我們要出門呢 要購一個樓 就是燒精子來購爐 一般呢 我們就有這種 洗食跟習慣 那這個就是我們道教呢 民間信仰呢 常常傳下來的 那因為神呢 祂很慈悲 那很多那個所謂的靈呢 都會過來看到神出來的 都希望能得救 能希望得到祂的幫忙 所以這些孤魂爺鬼 我們的講法 這些一些結魂 留在臨世間的一些孤魂爺鬼呢 看到神出來 祂就會附上來 那附上來呢 有時候就會附上在人的身上 所以我就常講 這個他進鄉要都很小心 那為什麼進鄉團呢 常常有一些出事情 就是說處理不好 你不小心的時候呢 很多的那個五行的那種力量 有正的就有負的 有正面力量就有負面的力量 就會上來 不小心就容易吃死 那所以我們這個洗食呢 在神要過氣的 先把祂靜靈 就是燒精子 那神要把祂從這個地方過氣 那祂靜靈 那祂靜靈 除了加持這個神的火的力量 譬如在北港馬祖廟 我們這樣過那個萬火香火 萬年的香火 萬年的香火 你過的時候才加持這個神的能量 那在外面我們要出廟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金爪 或是換人都鞭炮 那它就要火 這是消毒的 它可以吸血 這鬼就怕火的 那很多動物人 你注意看你一火一殺它 它就很怕了 所以要火的吸血 來靜我們的靈 所以神尊過後 滾到後面隨身的人 都會跟著 把他跳過氣 跨過氣 讓自己身上 來靜自己的一個身 靜自己的靈 所以燒精子 它有靜身 靜靈的一個作用 滾的理解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一個說法 其他的說法 那就是買路錢 或者什麼購路錢 可以這麼講 所以你要出發了 燒個精子給上面 然後打個招呼 那是一般的講法 我們也不能就去火定它 我們也可以接受 可是以孤恩的講法就是 它是 小金爪有加持 哪有淨化人 身體上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這個作用 好 以上呢 跟各位分享 謝謝大家 感恩大家 馬子慈悲